电热水器坏了 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加热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有时候需要两三天才能够加热 今天呢 发现它彻底不能加热了 我用望用表测量一下 这些界限柱直径的电压 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 在上部的这个控制器窗口里面 下面的这是加热模块 那么加热模块的两个线呢 两个界限柱分别寄到上面的界限柱上面去 那么通过测量呢 正常情况下 这个我们可以叫做上部加热模块 两个界限柱之间的电压应该是250V 那么当然了我们要先断电测一些电阻 断电测电阻的时候 它是无穷大 也就是它是处于段路状态 因此可以确定 这一个上部加热模块是坏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部加热模块 下部加热模块经过电阻测量 它是正常的 它是正常的 还有大约13欧亩的电阻 但是我们在测量下部的界限柱和这模块之间 或者是加热模块两个界限柱之间的电压呢 确实零 这就说明 从上部电压没有传导到下部 我从网上下载了这样一个电路图 那么从电路图里面可以看到 这是下部的加热模块 这是下部的温空器 那么下部的加热模块所需要的电源 分别从左侧2号界限柱和4号界限柱引过来 那么因为电加热器的原理是 先加热上部 当上部水温达到要求的时候 这个开关会接通下部并且把上部断开 那么再加热下部水箱 但是如果上部这样一个加热模块坏掉的话 它就永远不可能再切换到这个4号界限柱 因此下部界限柱 下部的这个加热模块就永远没有机会再进行工作 那么如果要更换温空器或者是加热模块的话 需要彻底拍空水箱里面的水 工作比较麻烦 因此我想想就想办法绕过上部的温空或者是绕过上部的这些 接线 接线 然后直接为下部温空模块给点 那么 因为 上部的温空模块的第一号界限柱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通过这个Black接到4号界限柱 那么 这是一个简单的接线 所以说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2号界限柱通过Blue 是引入到上部温空器的另外一个4号界限柱 而这个4号界限柱是由温空器所控制 只有在上部水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够接通 因此我们把这个Blue直接接到1号 那么我们看看 因为1号是一个固定螺栓 所以说不能够直接连线 因此我们就把它接到2号 这样一来在水箱启动的时候 那么默认是要启动上部 加热器的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线路改变了 所以说下部就会接到电 并且开始下部加热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临时的使用这样一个工作模式了 它的唯一缺点就是上部加热模块 是被放弃不用了 基本上也没有用到上部的温空模块 那么我们只能使用下部的加热模块和下部的温空器 这样一来水是从下部开始加热 效率要低于原来的设计 也就是在节电上可能有些缺陷 现在我们起码可以临时使用这样一个加热器了 等以后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对它进行整体维修 可以从网上买到所有的加热模块 两个加热模块两个温空器加起来 大约是不到40美元可以买到完整的配件 只不过是工作量比较大 这个经验呢 我放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如果有水电方面经验的朋友可以参考 如果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呢 请不要随便尝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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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